記得按讚 請按讚 1.9分 玩特集時間 5.09分 這個是30號放架 放架有些什麼流動接 之後就說會抽起碼五月中的時候會慶功 之前到星期六就說會慶功 山水斗 在班裡面之前的人就說山水斗 山水斗基本上 是主要如果你山水斗起碼都是三個星期 不過最大一個因素就是你 山水斗的時候不可以外出 一定不可以外出 人呢只是山一次水斗 山完一次就不會再山一次 因為你山完第一次之外 你的身體已經對你的水斗產生了抗體 即是說對抗已經適應了水斗的形態 即是說環生抗體之後就不會再出一次 其實人生是總一日就會再出一次 是不會永遠不出 真的 即是每個人總有一天就會再出一次 總有一天就會再出 是完全不能不出的 一個人是不會不出水斗的 是一定會再出的 こ同樣的 可以 是 是 有 有 有 Pick it up Here's your ammo Pick it up Here's your ammo Pick it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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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s Is that it? sebiyman literbat 我就是要我們清潔貨物室 山水斗是存檢不到的 至於你山水斗是因為底降力很差 底降力很弱可以說 底降力很弱的話 你就會去山水斗的 因為之前我聽人說回來 我知道 不關傳不傳染的事 即使傳不傳染都是 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如果說 如果我在一個水斗人身 在水斗人旁邊的話 不用怕 因為基本上我已經不再生了 因為我之前生了那一次 然後課學之後參與 剛才課學之後 在麥當雲買東西吃的時候 那我被我撞回小學同學 他都寫我 他好像讀同學一樣抽中學 不知道在哪裡 他同學都中四 現在中四 他在小學的時候 他的行為比較幼稚 可以說 他經常被人欺負 而且他喜歡那些槍 那些玩具 基本上我們曾經很多次遇過他 但那次被我撞回他 天移 同於可以說見回小學同學 其實小學同學 是已經四年都沒見過 是自從方溫 至於沒什麼見過 真的沒見過 他還沒見過 我真的只能說了 今天就是 分道書說會出手機 之前都說 這麼多的故事給我聽著 我不知為何你們今天穿體育衣服 今天你們都沒什麼體育課 穿體育衣服的被人記 就要記 既然之後就說開手機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在小星期的時候開手機 所以 你首先包4C班所有手機 然後 包完手機之後 叫我們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都不想做下一個被人收手機 收手機一班 然後說開放WiFi900給你們做什麼 是你們學習的 我不想整個學校都變成打機世界 難道每個人都會學習嗎 開了WiFi900 固然之每個人都會上網打機 溫習 看影片 一樣會有 但是不要吵 開放WiFi900只給你學習 考慮一下就學習 那 那學一下電腦設計 都是你學習的 是嗎 真的想跟你說這件事 可以